- 今天台股大盘是压回65点 那我们在这个节目一开始 当然的话还是先针对 我们在从这个波段台股拉回之后 我们贷进的这档个股 496亿的天狱的部分 相关的一个操作 我们先跟各位做个分享 毕竟我想以在这个波段 就是说在这个礼拜礼拜一 我们针对盘式 礼拜一指数 也创这个波段修正拉回的最低点 相对于我们在当天 礼拜一的早上10点多 我们就特别针对 这个波段的一个台股的修正 一拉回短短6天 总共拉回高达1100多点 那相对于在这个礼拜礼拜一 尤其又指数又实行创低那个当下 我想我们就在当时很清楚的 告诉我们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甚至包括我们这个Telegram的好朋友们 针对这一个波段的这个拉回 多头架构 你的一个标准动作 就是拉回找买点 拉回找买点 那当然的话大盘是如此 那你尤其可以针对一些 这个波段一样形成这个 高档卖出之后的一个修正拉回 我们针对这种强势主流个股 来做到一趟火锋压回 来做到早买点的一个策略 那包括我想我们在礼拜一 2月1号当天 496亿的天狱 我想以这个波段 他从他前波创历史新高 161块钱 一路修正 修正到117块钱 等于说这个波段一拉回 高达这个43块半 这个百分比大概27% 针对这种创高 铝创新高的这种强势的一个多头架构的一些个股 我们就要把握住 它的缝拉回的这一趟的一个回撤的一个买点 那毕竟在2月1号我想买点讯号刚刚好做一个产生 那当然话 我老师我们都全面性 在2月1号我们在我们这个Telegram当中 也都有特别提示我们的所有投资朋友们 包括我们这个Telegram的好朋友们 把握上车 把握上车 2月1号这个礼拜礼拜一 那么在当时 在这个当天9点33分 我老师我们就说用122块半的这个价位 比如说我们也带进我们全部的会员 全部会员都有的一种股票 带进去之后我想以这个天狱 到今天礼拜四 天天收红天天创高 形成一个叫连四红 那连四红包括在昨天 昨天的天狱是亮灯锁住涨停 亮灯锁住涨停 延续到今天它持续性的一个功高 今天又来到这个160块半 160块半 既昨天锁涨停 今天一样强攻涨停 那针对天狱我们在今天那个操作 我想我们在今天盘前 还没有开盘之前 我们已经把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个事情 我们全面性发给我们的 所有的全部的会员朋友们 针对我们在今天早上开盘之前 我们已经预挂涨停板 160块半来执行 这叫获利落贷快打单 短短四天 一样我们去执行这个叫快打的一个 这个短多的一个策略 那我想以今天这个天狱在这个早上10点40分 我们在学院中开盘之前已经抠出这个讯息 那相对应到了这个10点40分 总共有达到这个300多张 碰触到涨停 碰触到涨停板 去做到这样实现这个获利的一个动作 那毕竟这个礼拜是这个封关前的 这一个礼拜 我想这个到明天 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相对应我想我们针对天狱 或者说包括像联发科 我们在昨天去做到这样获利 相对应 我想以天狱 单单only one 一档个股 过年红包 我们已经在今天全面性帮我们的会员朋友们 成功创造出来 一张价差38块钱 短短4个交易日 31%的一个获利 轻轻松松纳入口袋 那如果说我们的所有会员朋友们 买个10张 买10张 10张就38万 我想今年过年 到这个欧洲旅游的这个旅费 我老师我们全面性在今天 都帮我们的会员朋友们准备出来 那你如果说在当时2月1号 买个100张 买100张 你到今天把它去做到 让实现获利的这个当下 你的一个 我想买个100张的 我们的会员朋友们 又可以签一台宾室 宾室车又可以签一台 100张你可以获利是380万 宾室车又是一台 过年红包我们已经全面性 帮我们的会员朋友们 轻松创造出来 那针对我想这个天狱的一个实际上 整个一个操作 我想我们也全面性 我们的怎么样做买进 过程当中 怎么样做追踪 甚至到后续的一个获利卖出 我想我们全面性 都在我们这个Telegram 包括我们的LINE AT 我们这个FB 做到一趟全面性的分享 这个相关的 这个会员的这个讯息 包括我想 这是一档很标准的 这个短线短波段价差操作 配合这个叫快打单 因为毕竟 我想以天狱这档个股 今天涨停板 那到收盘 是有稍微压下来一点的 比如说到收盘 大涨这个7.5% 就算你没有卖的话 一样全面性的一个大赚 那相对于我想以天狱 我们在这一路 包括从这个 12月1号 当时我们在这个9点33分 我们是用122块半 带进我们的所有全部会员 带进去之后 到隔一天 隔一天当的话 我们也预告 它前波这个压力区 月线的一个压力 即将去做到 轻松的一个越过 那果不其然 礼拜二就做到越过 礼拜三 天狱 亮灯锁住涨停 已经锁住涨停 礼拜三已经来到 这个146块钱 涨停板锁住 我们就做个续报 延续到今天 其实这是今天 我们在今天call的两通讯息 第一通在这个 早上8点43分 开门进行 我们已经发出我们的全部会员 那相对就是说 我们在早盘 开盘之前 你预挂 涨停价 160块半 执行 这个获利落袋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话 以今天这个天狱到 这个早上10点40分的时候 有攻到涨停 涨停 亮灯 那当然的话 后续有涨停有打开 那打开我想我们在当时 在11点半 11点半那时候 我想它的价格 价位大概是落在这个158 左右 158 159这个 range 今天收盘是收盘157 那相对我们在早上11点31分 我想这个讯息各位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早上涨停10点40分有涨停 当然的话 我们的会有的会成交 有的会有可能没有去成交 因为毕竟 总共成交这个涨停的价格的这个张数 是305张 那相对就是说 我们在11点31分 特别还发出一通讯息 就是说 针对如果说还没有去成交的 我们的所有的会员朋友们 我们就是建议 在当时11点31分 我们是采一个叫市价 涨停板卖掉就卖掉 没有卖掉的话 11点31分 全部用市价 大概那时候还涨8% 9% 我们全面性去执行 一个叫获利落贷的一个动作 我想这个讯息 各位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样一个动作 我想这个是你盘中 你要去做到密切观察的一个重点 因为在我们发出那个讯息的时候 11点31分 天玉它的量 量已经来到这个7万3千张 7万3千张 股本也不过才16亿 16亿多 你总共的股票张出这16万张 到11点半已经成交了7万多张 7万3千多张 那个时间点 已经是这档个股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新天亮 高档爆量 我想这是绝对不是好事 我想这是各位你长期收看我们节目的同志们 你一定都知道 高档爆量 除非明天之后又滚出更大的这个量 把他今天这个量去做到这样吃掉 那重点我想以今天这个天玉的部分 到今天收盘 成交量来到多少 10万2千多张 他的股本也不过16万张 16亿多 今天从一买一卖的张数总共高达10.2万张 创他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新天亮 那高档爆大量 我们一样二话不说 执行这个快打单的一个策略 一买一卖 有买有卖 这就要真正获利 这一趟短短4天 先把这38块钱 31%的一个获利 轻松放到口袋里面去 我想这个是针对我们在近期 一档赚完再接一档相关IC设计 红家军的这档天玉的一个 实际上全面性我们的会员的一个操作 也都直接给各位做相直接分享 好那我们再讲回今天这个台股大盘 今天台股大盘收盘是跌了个65点 盘中一度大跌超过164点 最低来到这15606点 那盘中一度杀了之后 有做个跌幅收敛 一度翻红 一度翻红涨了30点 那到最后一样是跌了65点 那这个我想透过这个线图的呈现 就如同我们在昨天给各位的预告 当时在沙盘那个阶段点 我们在礼拜一 礼拜一创低来到15089 我们要各位逢拉回去找买点 包括天玉 包括莲巴科都是如此 我们在礼拜一做一个买进 那甚至你的相关持股 你有套牢的话 台一千一百几点了 我想各位我们在10点45分很清楚 告诉我们所有投资朋友们 我们的好朋友们 你的持股就不要再做一个杀低的动作 静待它弹上来之后 要卖再来卖 我想总会比你在礼拜一 卖到这个基企肤地板上 这个最差的一个价格 那毕竟包括礼拜一到收盘 礼拜二到礼拜三 短短三天就谈了三天 担三天担多少 谈了631点 谈了600多点 比如说这个波段拉回1149点 又恢复吃掉一半 恢复吃掉一半 那如果说各位 你趁这样子拉高 礼拜二礼拜三你再来卖 就是至少少 就以大盘的角度来看 把你的跌幅 至少也收敛到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的这个亏损 那重点我想延续到昨天 我们依然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这个大盘后续重压在哪里 16000点 就是这根大量 1月15号这根大量的高点 1600041点 准确来讲是16041 那我们就抓一个整数 弹上去 16000就会是一个重压 那这个重压后续 你要带出一个攻击量 才能够去做这张克服 没有克服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我想逢16000这个重压 很容易又做一个折返 那当然的话 折返的后续这个盘 就是一个很标准 喝了再上 先做一个高档震荡 整理 先经历了 因为毕竟短线上 从11月2号一路展上来 你涨了3700多点 休息之后再上 那先做一个叫高档震荡的整理 先做一个整理 那当然的话 我想就与台积电 我们在昨天也跟各位讲 连续两天跟各位讲 压力重压在这个649块钱 那毕竟台积电 是台股的这个富国神山 它跟大盘联动性最高 那相对于我想以 台积电这个创立旅行高 之后拉回 拉回92块钱 弹上来又弹了55块 昨天小跌2块 今天又跌了3块 那相对于我想以台积电 今天月均线616块 连碰都没有来碰 我想这是表现超乎的一个强势 表现是超乎我们想象中的一个强势 所以说台积电连月均线 连碰都没有来碰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我讲这个盘 都还会持续性在往这个1万6 去做到像持续性的一个功高 那不然的话 趋势策略 做多的一个策略 不做任何改变 这针对大盘的部分 我想我们花一点时间 跟各位做多的一样分享 那毕竟这个是我们在当时2月1号 杀得稀里哗哗哗那个时间点 我们在我们这个Telegram 跟我们的LINE AT 我们的FB相关分享的 因为毕竟这一盘一修正 1100多点 大盘依然维持中多长多 那站在长线保护短线 短线的一个修正拉回 又是提供各位 逢拉回去做这样早买点的一个策略的一个 绝佳的一个时间点 那你有相关持股一样 那请各位先报 静待坦升之后再来找卖点就OK 这针对我们在礼拜一 我们大盘杀了七阴八素 那个当下我们第一时间 分享给我们的所有好朋友们的 这个相关讯息 不希望各位又是杀在地板上 坦上来之后要卖再来卖 那另外包括我想我们在近期 提供给各位的策略很简单 就是很简单的这三个策略 包括双箭头电动车IC设计 一档赚完再结一档 强势个股创高个股 你要去留意回撤买点 如同这个波段 2月1号不管是说4961的天域 2454的联发科都是如此 那相对我想这两档IC设计的 这两档个股 全面性在2月1号 我们在Telegram 买点出来我们都直接分享 各位无私的一个分享 希望各位过年红包 也都跟各位会有一个直接相关 当然涨多的个股 如同在前一个波段那些IC设计 不管像艾浦 3661四星KY 4968利基 我想这些个股都是一样 涨多你要留意要会卖 352电动车的同志都一样 先卖拉回再买 那空头个股一样请各位 趁反弹把握出多换股 把这个弱势个股换到我们的这种强势个股 一档转转软再接一档 所以我想在这个节目点包括就是说 我老师我们就说在前一个波段 带各位相关操作的这些 这个细制裁IC设计这些个股 我想在上个礼拜全面性改写下 它那个历史新高 不管像艾浦来到767 四星KY 942 利基 639 联发科 946 当时都是全面性 创历史新高 那么在前一个波段带各位创造的这个价差 动辄都是100多块200多块 从30几%到60几%的一个获利 那等于是说高档卖出之后 你一样要去密切留意 回测的一个买点 留意跟上下一趟的买点 一趟专两再接一趟 那相对于就是说 这些个股我们陆陆续续执行 获利落贷的一个后续 在上个礼拜我们带各位操作这一档 因为这些个股我们都是来来回回 像艾浦都已经快接近10趟的一个操作 利基超过十几趟的一个获利 都是一趟一趟 短波段的这个价差 那卖掉这个相关这些高价 为了IC设计个股的一个后续 我们在1月22号 上上个礼拜礼拜五 一样帮各位去锁定这么一档 电动车的一档 回测买点产生的这个同志 有没有分享 我想各位 你到1月22号 早上9点29分 开拌没多久 我们一样无私 直接分享 没有跟各位盖东盖西 扣东扣西 涨上去才能跟各位分享 一样第一时间9点29分 开拌没多久 买点讯要产生在264.5 我们在第一天就做一个直接分享 后续同志上个礼拜二所涨停 礼拜三继续锁涨停 股价一样创这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等于说欧老师我们在当天 就是说上个礼拜礼拜三 1月27号我们在9点10分 那时候同志 公高来到这个339块钱 差一点点要涨停 那时候已经涨了9%多 那欧老师我们一样 执行这个叫快打单的一个策略 同志 1月22号做买进 阿南北 我想这个我们会员讯息 也都全面性分享 各位 你当时前一个波段 爱普四星KY 联发科 利基 你没有跟上 我们一样一档赚完再接一档 一买一卖 卖掉之后 先把短短4天 74块半的价差 反正这百分比 来到这28.2% 多久时间 矽缸 短短一样4天 这个快打单的一个策略 有买有卖 才叫真正获利 那相对我想与同志一样 买了就涨 卖了呢 卖掉之后 快速做一个拉回 一拉回50块 赚了74块半 如果说你只会买不会卖 会把各位你的获利 击几乎乎吐掉三分之二 全面性 这个我们不断跟各位做强调 为什么要采这个叫短波段的一个价差 有买有卖 涨多个股 你要去执行卖的一个策略 卖掉做拉回 一样留意下一趟的买点 同志的部分 冒连赶快 一买一卖 当时一样1月22号分享各位买点 287 涨上去卖讯 在312号 一样 你把这一趟价差 做让它截取 卖完之后 做个快速拉回 全面性 一档赚完再结一档 那这个波段台股一修正修正 1100多点 相对我想 我们在礼拜一 也特别帮各位去锁定这档 宏家军的IC设计 这个田育 买进旅游 我想我们全面性都在我们这个Telegram 都直接 各位你都可以到2月1号去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买这两标的 好的个股 一样要配合 好的一个买点 刚好这个回撤的买点需要做一个产生 那像田育我们一样 强势个股一样是一趟做完再结一趟 包括在前一个波段 前一个波段田育买点在98.4 工高146.5 一样要有买有卖 前面那一趟48% 48%多的一个价差 到这个波段 一样 礼拜一产生买点 我们在122块半带进 这一趟 我们到今天 昨天所涨停 今天一样亮灯涨停 我们去执行 获利落贷 一样短短4天 38块钱的一个获利 一样成功 放到口袋里面去 一张就3万8 十张就38万 一百张就是已经创造 380万的一个获利 过年红包 我们全面性这两个股 已经帮我们的会员全部准备出来 联发科 昨天历史新高 创高来到959块钱 那我们是卖在951 在早上9点23分 我们去执行 这个获利落贷 那当时大概951块钱 一样把这一趟价差 76块 有买有卖 获利放到口袋里面去 那毕竟我想 针对近期的一个相关操作 卖掉这些 包括像今天卖掉联发科 卖掉昨天卖掉联发科 今天卖掉天狱的后续 我想这些个股 包括以前卖过一趟的 这个像四星KY 上面那一趟是赚了103块钱 拉回 我想到现阶段 买讯还没有产生 我想你要密切去盯住就好 那我们在今天早上 有特别针对这两档 包括像爱普 包括像利基 我想这个波段 它的速度会比较快 如同联发科 前波卖掉之后 这个波段的买点 在礼拜一就产生 那这一趟 我们又赚了76块钱 相对于爱普 买点讯号即将做一个产生 利基 买点讯号即将做一个产生 那当然这两档个股 我们也建议各位 你都可以先做一个 部分的一个卡位布局上车 后续等到买点讯号正式产生 我们再带各位来做 全面性 全力的一个买多 所以我想在近期 这个要卖的个股像锐基 我们在当时2月2号就分享 各位会买也要会卖 连续三天做压回 做螺丝这个九阳 卖去一到连续三天都是拉回 那当然话我想是一趟一趟操作 包括前前趟立即一买一卖183块钱 前面那一趟一买一卖103块钱 这一趟你就静待买点产生 一样请各位密切跟上脚步 所以我想针对像天狱一样是一趟一趟操作 一买一卖卖掉之后 前面那一趟 这一趟一样短短4天 又是创造38块钱31%的一个价差的一个获利 今天我们去实现这个获利落代的一个动作 那毕竟我想在近期 不管是说相关 像这个四星KY 短短一样三天 三缸探100块3块 3149的一个政达 一样三个交易日赚了18.9% 另外包括不管是说像天狱 甚至包括这个352的一个同志 同志矜缸四天28.2% 那今天这个天狱的部分 短短一样四天 创造31%的一个获利 全面性就是一档一档 一趟一趟的一个获利 短波段搭配快打单 这些快打单 操作训练大概三天到五天 我想这会带给各位获利效率极大化 那我老师我们在今天实现有提供给各位 这个高价股专卖店的一个活动 只要两个月的费用 给你五个月的服务 那接棒的这些转折的起涨个股 我老师我们全面性 都帮各位准备好了 你进行这些个股 你都没有去跟上的话 尤其像今天这个天狱 没有跟上非常非常可惜 相对应后续 这些刚刚好转折 洗涨这种个股 我们已经都帮各位准备好了 一样请各位 密切跟上脚步 好那祝各位明年 方官日操作顺利 我们明年见 本公司以望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